中国女排有惊无险地拿下了美国女排 这场比赛本来料想的也不会轻松 所以当我们取得2比0领先的时候 也必然知道美国女排绝对会反扑 我们也是继土耳其和荷兰之后 第二场奥运小组赛的五局大战 只是荷兰被大逆转 我们顶住了压力 这场首秀心理上的锻炼价值要比赢球效果更高 我们做到了虽然比赛中有起伏 但还能拿下比赛 这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建立信心 这场比赛的浮动出现在第三局的后半段 中国女排在七人阵容打了两局多的比赛以后 体能出现了问题 当我们的体能出现问题的时候 一船就开始有了浮动 这让美国女排抓住了机会 要知道她们前面的换人非常的频繁 所以这场比赛也暴露出了我们的软肋 尤其是朱婷在被追发 以及分担防守和进攻的情况下 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 所以在第二场对阵法国女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朱婷足够的休息时间 事实证明 吴梦杰在关键时刻还是敢打 我们还是要足够相信她 不要想着用朱婷一鼓作气拿下比赛 尤其是打强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 这场比赛我们也进行了车轮战 参赛的12名球员 有11人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只有张长宁一个人没有登场 希望后面能够给她机会 她的替补发球和遗传还是值得信任的 毕竟大赛的底蕴在那里 朱婷虽然体能下降 也没有了年轻时霸道的进攻 但她依然有着高效的进攻 36扣17中 只有三个失误和背篮就说明了问题 朱婷对于球队的保障太重要 所以在她体能下降的时候 我们的遗传才会不稳 好在我们赢球了 结果完美就是好的 王梦杰应该是中国女排最稳定的点 多次精彩的防守让我们稳住了阵脚 上届奥运会以后 王梦杰被骂出了国家队 如今她的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自由人之一 由于中国女排赢球 所以我们的八强已经很稳 下一场打法国拿下三分问题不大 在只打三场比赛的情况下 拿下两场胜利足以让我们打进八强 从中国女排的前后变化来说 这一个月的集训还是发挥了作用 现在说夺冠还为时尚早 但我们要脚踏实地打好剩下的每一场 这样我们离战上最高领奖台也就不远了